觀眾朋友大家好,新年快樂,還燈了懶新 有三個星期時間,完全休息狀態 事緣是因為我兩個小朋友他們放了三個星期假 三個星期寒假 即是聖誕前放到新年之後 還要放多別人的功效,放了兩個星期 我兩個小朋友他們學會放了三個星期 所以我就順著這個機會自己又放假 和家人玩一下,又做一下自己的事 中間那段時間一直都留意到大家的反應其實非常踴躍 多謝你們,多謝你們趁著放假的時間 可能補體一些片,平時工作忙,上班下班 未必有這樣的時間,補足補體一些片 還有留言也多了 所以在這裡趁著這個機會,盡快寄完服務 回答一些問題,好嗎? 我們不如去到最原先我還沒回覆的問題 第一個,這個是回答Sillman的問題 Sillman就是這樣問的 他就說去年的事,非常不好意思 去年大概12月中左右 他就問,可否趕下回流小朋友 申請下一年 即是今年,2020年9月 讀不同的School Board Cashman的中學 尤其是日本的,譬如Churchill 最佳月份,因為想預早去租 或者在Cashman Area租或者買房 其實越早越好的 真的越早越好的 因為我沒有記錯,應該幾個節目之前都提過 但是溫哥華的形勢就是 溫哥華的那個學額就非常充滿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過去十幾年地產的那個形勢 意識到有不少的家庭 都在溫哥華,附近的城市 譬如Burnaby 或者Richmond 就向東移 向東移 就是搬去蘇里市 搬去蘭里市 遠一點 即是距離溫哥華市中心 遠一點的地段 搬去那些地段 一來是價錢 一來空間大 所以以至到溫哥華校區 尤其是溫哥華校區 其實就騰空了很多的學額 以至到是不滿的 有見及此 其實有不少的學校 他們那個學額 甚至乎會縮小 那縮小的做法就是 每一班或者減少一些科目 或者減少一些聘請老師 各樣的 所以其實學額是少了的 但是少得來 按著我聽見最近期的風聲 近幾年其實他們 如果又是新移民 新落腳 在溫哥華家庭 其實他們入學 也都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我建議就是盡快 和你心儀的學校 例如這位蕭曼 他看過Churchill 這樣才算 Churchill在溫哥華 馬寶區 馬寶區 即是那一頭 那個Cashman area 就是中學 盡快直接 和Vancouver 通告 譬如某一些學校 某一些學額 開始即將滿 80%或80% 滿額的 他會有一些特別的通告 special notice 出來 所以盡快看一看網頁 好嗎 不單止是Cashman 其他 如果你們有興趣 希望子女 短期的將來 不久的將來 是在溫哥華下腳 希望讀到功效的 vsp.bc.ca 盡快看一看 甚至乎 如果你調校適合時間 配合時差 各樣 早上8點半 到下午4點半 溫哥華時間 這段時間內 是會有人聽電話的 甚至乎 如果有人聽電話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需要 講廣東話 或者講國語的服務 你要求的時候 他們應該是 也可以幫助到你 去找 講到廣東話 講到語 講到國語的同事 去解答你 即時的問題 所以 盡快和VSP聯絡 第一個問題是這個 最佳月份 沒有最佳月份 越早越好 這個最重要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這位 Bye Bye Fan問的 Bye Bye Fan問的 請問女兒14歲 回溫哥華 有寄宿學校可以建議嗎 有 絕對有 直接和我們聯絡 馬上火速和我們聯絡 那些寄宿學校 在溫哥華 Metro Vancouver 大溫哥華地段 裡面 比女子的寄宿學校 其實真的不多 但都可以幫你找到的 是有的 那你直接和我們聯絡的時候 我就個別去和你做一些介紹 好嗎 和你做一些介紹 和你搭一下橋 搭一下天地網絡 讓你多一個選擇可以去考慮 盡快和我們直接接合 另外一個問題 之後的問題就是 Regina Chung 姓張的這位女士 我猜是媽媽 她的問題有幾部分 想問一問以下這幾個問題 第一 想趕9月小朋友去加拿大開學 最遲要什麼時候開始申請任何 讀遵考 剛才答過一點 最遲其實 沒說最不最遲 正常來說 如果讀公校的話 任何時間都可以 我提過的了 幾個節目之前都提過 幾次節目都已經提過 因為公立學校是按住 你落腳那個地段 去到決定 你可不可以入讀 那個Cashman Area的學校 那公立學校它是有 那個的責任 你是BC Resident 你落腳回流 或者是移民都好 他們事必要有責任 幫你安排學位 那所以 技術上來說 是任何時間都可以 那當然 不可一提的就是 我們其實很難去預測 究竟整個溫哥華的校網 整個溫哥華的學校局 他們那個學生的形勢 學生的數字 老師充不充裕 各樣 很多不知之數 很多未知數 其實是很難去去奪定的 所以都是盡快 越早越好 那早呢 最理想的就可以親身 如果你接下來的能力生年 其實都眨眼了 下還有過零生年 過零星期就已經 過零生年 過零星期就已經 農曆新年了 農曆新年很多時候 都會是回樓 或者移民 為了去到安排小朋友 暑假 飛過來 定居 然後入讀學校 的一個 幾普遍的時間 飛一飛過來 因為香港的學校又會放假 所以不在跟他們 上學那個情況 沒有衝突的情況之下 過一過來 看一看環境 還有見一見學校 因為這裡的學校 不會因為農曆初一二三 所以生悶 他們照常營業 照常運作 照常去到圍著 九月那個新的學生 去安排 如火如荼 現在 所有的老師 所有的 他們負責收生 那班同事 其實都開始去忙碌 去到籌備 九月的事 所以 過到來的話 盡快過來 過不到來的話 就跟我之前的答案一樣 盡快 跟溫哥學校的聯合 如果 Regina 在這裡說讀 俊校 我相信她的意思 俊校 俊校的意思就是 俊貼學校 香港有俊貼學校 這一點 這裡其實 都可以說 都可以有功 有俊貼學校 俊貼學校 嚴格來說 就是 施校以外 又有政府資助的 那些私留學校 有幾個 幾個層 我這裡嘗試 估計 Regina 是講的 功效 如果不是的話 立即又留個言 我繼續去到解答 如果你的問題是 直接關於施校的話 我可以再做條片 去答那方面的問題 第二部分就是問 向政府哪個機構去申請小朋友入學 就是學校局 vsb.bc.ca 這個是溫哥華的學校局 每一個城市 有它自己的學校局 你只要是上網 去到找那個城市名 school board 或者城市名 school district 就會找到 譬如溫哥華的學校局 它就是 SD36 SD36就是溫哥華 SD38就是 列治文 是的 它不同的學校區 有個不同的數字 但是那個數字 不是很重要的 數字都是 大部分的城市 他們的學校區 都還在用一個數字 去做他們 學校局的一個網頁的網址 但是如果你把那個城市名 school board 或者城市名 school district 去到在網上面 Google 搜索 就已經找到他們的聯絡資料 盡快 打電話 去和這些學校局 有關都可以設立 第三個問題 可否在香港 申請不用親身前往加拿大 可以 可以 那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 剛才提過 直接去到找學校局 第二 你也是可以去考慮 如果你在香港 認識有朋友 最理想認識有朋友 或者經驗也很重要 如果你認識有朋友 有經驗 是用過某一些 教育介紹的 那些education consultant 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agent 我們叫 教育顧問 教育顧問 如果他有做 加拿大的經驗 有做溫哥華的經驗 有做 大溫哥華的經驗 各個城市不同的校區 有過經驗 接合過的 有過過案 成功過案 你絕對可以找他們 可以找他們 可以找他們 或者甚至乎 你願意的話 可以找他們 看一看那個價錢 看一看他們 那個質素 可能是一條龍服務 由申請 到取錄 預備所有的文件 他們有經驗的時候 他們會逐步逐步 去幫助你 今天講到這麼多 下次繼續回答 其實很多問題 其實很多問題 是聖誕新年前頭 發生的 下一個節目 我繼續去答問題 多謝大家收看 給個like 繼續subscribe 下次見